同学们,大家好,又是Mr.C在线上教你科学 今天我们要学的是六年级KSSR科学 题目是食物的保存法,Part 2 那么同学们,如果你还没有看食物的保存法,Part 1的话 那么请你上听影片,先把Part 1看完 才来继续这个Part 2的影片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开始 在之前的影片呢,我们已经复习到了食物的保存法 我们有六种 那就是煮沸,获得高温处理 冷冻,冷藏 在上个影片,老师已经说了 有些书本是写冷冻和冷藏 老师是把它分开了 第四,真空包装 盐烟,腌制 那么老师为什么在上个影片 一次过把盐烟跟腌制 一次过教呢,是因为盐烟跟腌制 它们有太多的共同点了 而同学们经常会把这两个混淆 所以老师就一次过来解释 就好像冷冻和冷藏是一样的道理一样 好,那么我们就来看今天我们要学的是 剩下的拿五个食物的保存法 首先第一个就是肝肠 接着上腊 熏制 巴斯杀菌法 而最后 装罐或者装瓶 书本是写装罐和装瓶 那么剩余的一二三四五六 都是我们之前的影片已经学过了 那么还不懂的同学 请看我之前的影片 那么我们来 现在就上肝肠吧 肝肠呢 就是将食物放在太阳底下 晒肝或者风肝的方法 来减少食物中的水分 记得肝肠 肝我们放在太阳底下 肝放在太阳底下 可以拿来风干它 拿来吹干它 那么食物的水分就会流失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食物保存的较长的时间 也方便携带 好像我们的这个香菇啊 鱿鱼片啊 这些小米啊 我们都很容易带来在一起 我们的例子有小米 辣椒干 鱿鱿干 香菇 那么风干 刚才你讲的 晒干 就是把它放在太阳底下 去晒干它 就对了 晒干减少水分 干肠 就是这样子来的 那么除了我们用自然的方法 我们也能够用 烤箱 或者食品脱水机 最近在市场上 食品脱水机是相当好卖的 很多人都会考虑来购买这个食品脱水机 那么它的目的就是把水 拿走的意思 而它的功能是一样的 可以让食物保存比较长时间 也方便携带 我们有的例子是包括我们使用我们的水果啊 蔬菜啊 肉片 鱼片等等 都能够在这个食品脱水机里面使用 就最重要是让它这个食物变干就对了 肝肠变干 OK 记得哦 好 接着我们来看今天第二个 上辣 蔬菜水果表皮上一层辣 在外表这里我们上一层辣 表皮上形成这个保护层 这个辣呢 就能够隔绝空气 微生物没有了这个空气呢 它就无法生存 在上个影片 肝肠是没有了水分 在这个呢 上辣是没有了空气 所以没有了空气 食物就被那个微生物就无法生存了 所以保存也是可以较长的时间 那么我们有一些例子 番茄 苹果 茄子 橙 柠檬等 那么我们上辣的目的就是为什么呢 好像我们别的地方的这个水果 例如我们的苹果在马来西亚是没有的 那么我们苹果是从外国带来 那么经过一些时间 他们要运输到来马来西亚 那么如果我们没有上辣的话呢 水果可能很快就会坏掉 所以我们上了一层辣 那么水果 我们就可以在马来西亚吃到这个外国的水果 这上辣 所以就可以保存比较长的时间 好 接着 熏制 这是今天我们学的第三个 是不是觉得都很简单 对吧 所以今天已经是属于比较难的了 但是还是属于简单 对不对 熏制呢 是我们使用烟 让食物熏制脱水 所以我们用这个烟呢 我们就会脱水 水就会没有 就好像我们BBQ一样 记得它是用烟哦 那么烟就会形成这个保护膜 防止微生物生长 所以那个烟就在外表上面 那个水就 微生物就没有水 它们就无法生 所以食物也可以保存到比较久 那么有一些例子是包括鱼啊 肉类啊 我们可以说是BBQ的一种 好 那么 熏制呢 老师可能还有一些同学还不大了解 那老师来给一个在超级市场 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 例子 那么你们可以去这个冷藏部那里 冷冻部那里 然后呢 你们会看到那个卖香肠的地方 那么卖香肠的地方 你们会看到一些牌子 它会写 smoke hot dog 那么这个就是熏制法的香肠 用熏制来制作的这个香肠 制作香肠的方法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奶油再加上熏制 所以它是smoke hot dog 那么熏制大家应该都不会太陌生 接着来到比较困难的 但是依然简单 这个是巴斯杀菌法 那么我们可以从图画中看得到 新鲜的牛奶 我们收集了这个新鲜的牛奶之后呢 我们就把牛奶运到一个加热区 加热从60度到82度 目的是为了要杀灭微生物 我们加热区在这 记得它还没有煮滚 它只是加热 算是高温的 算是高温的吧 60到82度 那么之后马上的冷却下来 但是不是哪些冰厨哪些冰冻 只是马上给它冷 冷了之后呢 在这里 因为没有煮过 没有煮肺过 对不起 没有煮肺过 就是说没有煮到100度的意思 食物依然保存它的营养跟味道 就是说牛奶的味道还是一样的 那除了我们用牛奶之外呢 我们还有酸奶 还有果汁 都是使用这个巴士杀菌把 所以同学们 巴士杀菌把是一个很热闻的题目来的 所以在做练习部啊 或者在考试的时候 都经常会出现 所以巴士杀菌把 同学们你们一定要记下来哦 还有我们今天来看最后一个 那就是装罐和装品 装罐和装品 我们来看 因为对同学应该不陌生吧 在家里应该都有买过 砂丁鱼罐头 或者吃过tuna罐头 所以这些都是装罐 那么装品呢 有包括我们的辣椒酱啊 这些都是装品 所以呢 我们首先拿鱼 拿去洗干净 或者我们讲食物 只要是装罐 都是拿食物去洗干净 切块 然后呢 高温先烹煮先 我们来煮料它先 煮完之后 我们再调入我们要的调味料 你要放葱姆糖酥啊 要放辣椒酱啊等等 接着我们就抽出空气 并选密封 我们可以讲它是算真空的状态 那么 这样的一来 我们可以防止微生物 进取 一拿口走空气之后 就马上盖掉它 然后微生物就无法生存了 在接着的步骤 第四个步骤 我们马上高温加热 目的就是为了消毒 这个动作可以让它 万者没有人的毒 所以我们可以消毒 然后等它冷了之后呢 我们就才贴上这个标签 例如我们的砂丁鱼一样 那么因为我们这个食物经过高温处理 所以食物的一部分的营养会被破坏 在这里讲的破坏是所流失的意思的 就是说可能我们有一百样 营养在里面 那么经过高温处理 可能剩下80样 剩下50样等等 所以在这里讲的是 一部分的营养会流失掉 那么但是这个装罐跟装瓶呢 我们可以保存比较长的时间 例如我们的罐头 都至少能够带一个三年 所以同学们你要注意哦 所以我们有一些例子 鱼啊 肉啊 汤啊 饮料啊等等 酱料都是使用装罐或者装瓶的 那么今天我们学的五个 同学们你要记下来哦 加上昨天的 在之前的影片的六个 好那么 为什么需要这个食物保存呢 食物保存有什么这样重要呢 因为它就不会让食物容易编制 这样我们就不会浪费食物 那么食物如果我们才从这个海底 钓上来的鱼 送去我们的乡下的时候 可能食物就坏了 这样我们就会浪费这个食物 所以我们使用这个食物保存 就可以让这个鱼耐到 我们要到的地方 也方便我们运输到各个地方 如果我们的鱼已经装进那个 那个装罐里面就把它放到那个罐头里面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运输到各个的地 包括我们的米那样子 米我们用了这个蒸后包装 那么我们在运输的时候 就很容易的带到去各个地方 方便储存 我们能够储存起来 可以放在任何地方 例如我们的干肠的那个虾米啊 我们可以放在这个柜子里面 它也不会坏 我们没有关系 虾米虾放在那个柜子 等下就会臭 它不会因为它已经干肠了 所以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储存起来了 那么一整年都可以吃到季节性的食物 也包括我们可以说 都可以吃到不同地方的食物 例如我们的 有一些水果啊 或者有一些食物是 是需要7月才可以吃到的 或者有一些鱼是在 某个月份才会上来到这个海边的 那么我们这叫季节性的食物 那么经过食物的保存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一整年都吃到这些食物 当然要看我们用什么方法来保存那个食物 如果说我们把那个榴莲呢 变成了榴莲干 那么我们吃起来 肯定就不会有榴莲原本的那个味道 它就变成榴莲干的味道 这个就是它的情况 那么食物可能就会有一点 味道可能就不一样 或者可能营养有一些会不一样 而最后呢 是要满足食物供应的需求 例如我们 那个 苹果啊 橙啊 不是在马来西亚的 那么马来西亚也需要吃这些水果啊 我们需要吃葡萄啊 等等 那么我们 为了满足这个食物供应的需求呢 我们就从外国 把这些水果运来马来西亚 我们想要吃麦 但是马来西亚没有这个麦 那么 我们就可以从外国 把这食物运来马来西亚 来满足我们对这个食物的供应和需求 例如我们面包需要用麦来制作的 需要用面粉的 那么 一同样的道理 所以食物保存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让我们满足到食物供应的需求 那么我们来复习一下 今天手上的食物保存法 今天我们 完完全全都有11个 第一个 煮肥 或者高温处理 冷冻和冷藏 真控包装 盐烟 腌制 肝肠 上蜡 熏制 巴斯杀菌法 和最后的一个就是 装罐和装瓶石 同学们 你们一定要 纷纷的很清楚 熏制跟上蜡有什么差别 真控包装跟冷藏 什么差别 同学们 只要你们 记得每一个的方法 是如何去进行的 像老师给您解释过了 那么你们就一定能够回答 不同的问题 带我们现在看一些小问题吧 这是从课本拿的练习 而老师经过一些改良 以下显示五种食物的保存法 我们有巴斯杀菌法 装罐装瓶 熏制 上蜡 和肝肠 哪种保存法是用以下方式来 抑制微生物的生长呢 我们要讲抑制的微生物呢 我们有第一个方法 高温处理 哪一个是高温处理呢 隔绝空气 不要有空气在里面 还有第三个就减少水分 我们哪一个是用高温处理 哪一个经过煮过呢 还记得吗 高温处理的 包括巴斯杀菌 哪一个是隔绝空气呢 我们有散烂 还有呢 不要有空气在里面的 装罐装瓶 还有呢 熏制 那肝肠呢 肝肠是哪个晒干的呢 所以它是减少水分 好同学们 今天我们还有第二个问题 那就是食物的保存技术 有什么重要性呢 我们该有学的五个重要性 第一个 不容易编制 不浪费食物 还记得我们的五个吗 那今天老师 只是跟你讨论三个答案而已 第二个 容易运输到个底 这只是比较简单的答案 第三 方便储存 同学们 你一定要静下来 因为考试 或者在练习题的时候 都会经常遇到的 为什么食物保存那么重要 如果喜欢老师的短片的话 记得把它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而且不要忘记 Subscribe YouTube channel 也获取第一时间最新的教学影片 好同学们 我们下次再见